分隔多年的恋人终于团聚了 这应该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们这位主人公却愁眉促脸 他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你好 圆圆 主持人 你好 我今年九月份来到上海 我要读研究生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 我的男朋友向我提出了分手 他是我大学四年的同学 在我们毕业的时候 他想继续深造 再去读研究生 但是他们家里面的条件不大好 都不支持他再去读书了 都希望他毕业了以后 去找一个工作 但是我一直在支持他 我放弃了自己读研究生的机会 出去上班赚钱 然后把每个月的工资 都去供养他读研究生 也就是你们在山东一起读的大学 然后四年结束的时候 他选择了考研 这期间的所有的费用 是由你来供给他的 你当时是等于大学毕业 直接选择工作 没有考研 对的 他毕业了以后 因为研究生毕业以后找工作 也不是很好找 我就拖了一个朋友 把他送进了一家挺好的公司上班 然后收入也挺不错的 这也是你帮他找的工作 是的 你现在是在 我现在是辞掉了工作 然后来上海考研 也已经考上研究生了 是的 因为我们已经分隔了三年了 我想来上海以后就可以天天见到他 他之前我们在 我在山东 他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在网上面都聊得挺好的 说我到上海来 他会带我出去玩 会怎么陪我 我们已经计划就要结婚了 然后我来到上海了以后 就一下子180度大转变 你能跟我说说吗 比如说圣诞节 我让他出来跟我一起玩 然后他就说他在加班 圣诞节都是情人之间 互相表示甜蜜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 我打电话给他 他就是遍而不见得 就一直是 就一直是很不难办的 跟我说 你们相隔了三年 这三年见过吗 这三年没有见过 因为来回的机票 火车票都比较贵 玉伟他是比较穷的那种 然后他 他也从来没有回山东看过你 没有 你也没有机会来上海 对 你们是靠电话和网络 我们主要是靠网络 因为网络比较便宜一些 我到了上海以后 他就是一直不见我 然后我到网上面去问他 找他 他都不踩我 后来我急了 我就在网上跟他说 如果你继续这样对我的话 我就去你的单位 去跟你的同事说 你是怎么样对待你 你的女朋友的 然后 太太跟你见了一面 是的 见面的时候你问他些什么了吗 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见我 他怎么说 他说感觉我们俩感情淡了 感觉不合适了 也就是说三个月前 你还没来上海之前 你们前三年是靠网络 电话联络 你从来没有发现 他对你的任何的异样 是的 就是我每天早上 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打电话给我 然后会一直很关心我 问我在干嘛 有没有吃饭 我们俩就是互相依赖的 这一种 然后他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一下子就跟我提出了分手 接受不了 我觉得以你的描述的话 真的是让人捉摸糊透 好 今天你的男朋友冯玉伟 也在我们的现场 其实我相信只有他能够告诉你 告诉你最真实的答案 究竟是为什么 冯玉伟你好 我们刚刚听到圆圆所说的 你们已经在一起七八年时间了 从大学同学到后来念研究生 再到后来他读研究生 终于能够在同一座城市相逢了 可是为什么你会对他这样子呢 主持人 我是学电视编导专业的 再加上我又是刚刚起步 那肯定很忙 可是冯玉伟 他是你的女朋友 是三年未见的女朋友 因为我刚问他 这三年你们之间见吗 他说没见过 这已经觉得让我觉得很奇怪了 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也答应他在圣诞节 会去陪他吃饭 但是工作真的确实是比较忙 你说男人刚刚事业起步 肯定是以事业为重的吧 那可是只见那一次面的时候 你都跟他提分手了 是吧 那是他在不断地逼问我 要跟我结婚 我觉得这个有点快 所以我才跟他提的分手 你是指你提分手是被逼无奈 是远远提出要跟你结婚 对 他总是在我耳边闹啊 所以我比较烦 所以我才这样跟他提的分手 我之前在山东的时候 在网上面就跟他说过 他现在已经事业都已经有点起步了 我就是时候来上海 讨论一下结婚的事情了 他在网上跟我乐火朝天的讨论 我们将来结婚了以后 房子是什么样的 孩子会怎么样 这我就有点不理解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网上可以讨论的很热火 见面了反而很冷淡呢 他一直跟我提结婚的事情 我心里也闷得慌 所以也就答应他去看钻戒之类的 但是结婚的事 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事情 我觉得结婚还是需要考虑的 我没有答应过要和他结婚 主持人 你不要听这个两人在一派胡言 我是圆圆的妈妈 你好阿姨 刚才那个冯一伟说的都是骗的 冯一伟当时看中我女儿的 就是看中我们家里有点钱 她在读大学的时候 她连大学的学费都交不起 是她老妈舔着老脸 问这借 问那借 凑齐地给她读书的 后来遇上了圆圆 几年来她一直在支助她 你刚才听到了 你别看她在这里挣挣有词 她呢主要现在有工作 我圆圆的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所以呢 她就借口把她一脚蹬了 我以为 你既然已经不要我圆圆了 那么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把我圆圆的省事 十万元钱还给我 我根本没有欠回她十万块钱 家里的摄像器谁买的 手机谁给你买的 她是她自愿给我的 我从来没有问她 伸手要过任何的东西 你说我能不要吗 况且我们两个是伤害的人 你当然不要了 你是不是为了瞧瞧 怎么还有个瞧瞧出来 其实我们这个圈子是很小的 有些事情你不想知道 自己都会传到你耳朵里 我放弃了自己读研究生的机会 出去上班赚钱 然后把每个月的工资 都去供养她读研究生 十万元钱还给我 十万块钱 我觉得阿姨说的有点过了 我根本没有欠回她十万块钱 怎么没欠过呢 我圆圆给她买了摄像机 买了苹果牌的电脑 她那个冯玉伟是考研 两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那个圆圆呢 就跟我说 妈我跟你说件事 你能借我两万块钱吗 我当时吓了一跳 这些小孩怎么要这么多钱 那她支支吾的也不说 我说你不说 我就不借 过了三天以后呢 就是那个她的姑妈来个电话 她说圆圆问我借了两万块钱 我也不敢问圆圆 我以为你们家里需要 钱用吗 我说我们家里不缺钱 那我就回去问圆圆 圆圆说是我借了 我说你钱呢 她说我买了电脑寄给寄给那个玉伟了 我当时气到主持人 现在为了一个男孩 欺骗我 欺骗亲戚 您说的那个电脑的事情 其实我也是刚才才知道这个事情 之前圆圆说是她嫉妒奖 说发的奖金 我当时也觉得她挺纳闷的 你说她刚刚工作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去那个 买苹果牌电脑 后来圆圆跟我说你不要多问了 我想后来也没多问 所以也就拿下了 那么我再问你 那你家里的摄像器谁买的 手机谁给你买的 你说呀 这些东西全是圆圆她给我的 她是她自愿给我的 我从来没有问她任何 伸手要过任何的东西 那这个苹果的电脑因为价值比较昂贵 两万元你并没有所要过 对我没有要过这个事情 那么圆圆怎么知道你正好需要这样一台电脑呢 我和圆圆相恋这些年呢都是通过网络 MBSN聊天 她规定我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呢都要上线 那天那个十二点左右我还没有上线 她就拼命地打我电话给我发消息 就不断地质问我 为什么没上线 为什么不理她 我前两天就和学校预约了那个机器 我从六点开始排队 排到十点多 然后再拍拍弄弄 肯定要到十二点之后 回来之后上了线之后圆圆就对我大发脾气 你说我怎么办 我也向她诉说这些痛苦 你就说你自己并没有手头没有自己的机器 所以只能问学校租用 我也没有说过 我说没有机器所以租用 我就把这个事实跟她讲了 所以圆圆你当时听到她所说的事情之后 你就心里在想要为她买一台 对因为我很心疼她 我舍不得让她去跟很多人排队 然后才会有电脑上 所以我就想问姑妈借钱给她买一台 那你自己个人能力有限 你自己也并没有这两万元 而且还得甚至用不太好的手段 问经纪借这笔钱 但是我想她是读这个专业的嘛 她自己也没有钱 我是厚着脸皮去问我姑妈借钱的 女儿你怎么那么傻 你现在还帮她说话 妈妈其实也是上海人 现在在山东工作 我也支持你到上海去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的 你不要看看冯一维这个大夫眼睛 失事文文的 其实她肚子里是一肚子坏水 我女儿失个脑子也玩不过她 我早看透她了 那阿姨您刚收到有十万 您刚收了两万元的苹果电脑 还有什么呢 我女儿三年工作 每个月有三千 你三年来你的积蓄怎么一点没有啊 你的钱到哪里去了 而且你还不断地问我拿钱呢 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 她说我每个月都寄给她了 你把工资都寄给 每月都寄给她了 这三年她可怜到什么地方 她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有的时候走亲戚啊 她还问我老娘借点手写画账品 你拼拼你看 一个这哪是一个二十岁小姑娘过的日子呢 她就一直在利用她 利用她什么呢 利用她供她读书供她吃供她用 我觉得冯玉伟这么多年来跟你女儿在一起 看中的是圆圆的钱 和她只有感情 对 冯玉伟 你看阿姨会这么想 我可以告诉你 也许电视机前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我想知道啊 一个女孩子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 每个月收入才三千多 她全额都寄给了你 勾你读书 这点你知道吗 这不是我要的 她硬要给我的 那我当然就拿了 你知道她每个月工资是多少吗 我不清楚 当你每个月收到她 寄给你的三千多块钱的时候 你以为她的工资是多少呢 我以为她可能五六千这样子的 你三谎 我告诉过你 我的工资是三千块 然后我全部都寄给你了 既然是她主动给你的 你也就接收了 对的 我从来没有资源问她要过 那我想知道你读研究生读了几年 读了三年 你能算一笔账 每个月三千多 三年一共是多少吗 主持人 我还是刚才想强调 其实你也在算这笔账 我已经替你算出来了 真的像阿姨所说的那样 应该有十万 可能都超过了 没这么多 绝对没有这么多 我自己打工 您知道我一天要打两三分工吗 好 那你为什么要收她的钱呢 我没有跟她提过 她自愿地接受我 您说我能不要吗 况且我们两个是相爱的人 你当然不要了 你不是一天到晚跟我闹吗 我不收 你就说我没有把你当女朋友 没有把你当为婚姬 但是你不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 我全心全意想对你好 我想跟你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我知道你被我好 但是有些好过头 会给我一种无形的压力 你能明白吗 圆圆 但是你这些为什么不说呢 我以为 你可以不收我圆圆的钱啊 妈 让我跟她说 现在你毕业了 你就这么说了 那不是钱不钱了 女儿你还不知道 她已经变心了 她已经不要你了 你还为她说话 你怎么那么傻 她只是工作太忙了 什么工作太忙 她完全是个感情骗子 你知道吗 妈 别说了 你知道这三年 我过得有多不容易吗 我们俩可以再培养一段感情的 什么叫爱情啊 这就是我女儿爱你啊 不爱你 她为什么惨着你吗 那爱情是需要一些自由 需要一些空间呼吸的 你是不是为了瞧瞧 怎么还有个瞧瞧出来啊 爱情不是迁就 不是怜悯 我们已经到尽头了 我根本没有欠回她十万块钱 我家里的摄像器谁买的 手机谁给你买的 她是她自愿给我的 她就一直在利用她 用她供她读书 供她吃 供她用 十万块钱就能打发我女儿了 我女儿的亲生就就十万块钱吗 七年的省事一百万都买不回来的 冯一伟你知道吗 你看我女儿 从二十岁开始 和你相处 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 她到上海来 你把她一脚蹬了 如果她考完研以后 嫁给谁啊 其实我并不喜欢我女儿考研 她是为了你 要到上海来的 妈 女儿 你不要再糊里糊涂了 阿姨 你很心情吧 女儿 她只是工作压力大 才会这么说的 哎呀 她是骗你的 女儿 你怎么这么傻 她已经把你甩了 你还不知道吗 不是的 怎么不是的 你问问她 她还要你吧 冯一伟 我其实非常好奇 很纳闷 因为时间跨度很短 你原人的说法 在她来上海前 她来上海才三个月 之前也就是顶多半年时间吧 你们在网上还非常热络 讨论将来结婚 什么新房布置 赶紧考研 可以到上海来重聚等等的 为什么她到上海 你的态度会这么转面的厉害呢 说实话 其实 圆圆确实对我很好 就是因为她对我太好 所以我心理压力 其实也挺大的 那次圆圆 第一来上海的时候 其实她打来第一个电话 我是非常开心 但是她开口 第一句话就问我们 什么时候结婚 你说三年多来 没有见过面 就谈结婚 我一个男人 怎么能够接受 怎么能够去回答她这些问题 况且事业也刚刚起步 我怎么能去支付一些 昂贵的费用 你知道现在结一个婚 也不是一万两万 就能搞定的事情 玉维 我知道我可能逼得你太急了 我可以先不急着跟你结婚 我们可以再培养感情的 玉维 你知道这三年 我过得有多不容易吗 你说刚起步 要拍片要剪片 玉维 我可以不作你 不烦着你 我来到上海以后 你没有觉得 我比以前好很多了吗 我有试着改变自己 不是这么说的 你每天你自己告诉我 你要我打几个电话 你说我怎么办 你说 我可以留着 我怎么安心地拍片 我们俩可以再培养一段感情的 再培养 培养嘛 我以为你不要再逼我女儿了 你这么说我是听不下去的 你现在说推卸责任了 没有空没有空 那什么责任都没有 那时候拿我女儿的钱 读书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推脱 大师爷都不是我主动问圆圆药的 这一点我刚才已经强调过阿姨 不是 你知道我们 您能听我先说完吗 您能听我先说完吗 我每天都累得不行了 我不管你做了什么 想睡觉 您听我说完阿姨 累得不行了 想倒在床上睡觉 他就一个电话 接一个电话地打过来 你让我怎么安心地去睡觉 让我第二天 怎样安心地去工作 去学习 冯一伟 不管你怎么狡辩 不管你再辛苦阿豪 再怎么好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 跟我源源是不搭界的 我好好的工作 也是为了我们将来 能有一个好的将来 他应该理解我 而不是一天到晚地骚扰我 我也跟他讲过这个事情 提过这个问题 什么叫爱情啊 什么叫爱情啊 这就是我女儿爱你啊 不爱你 她会这么缠着你吗 但爱情是需要一些自由 需要一些空间呼吸的 阿姨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啊 现在就要谈自己事情了 立伟 那么我听下来 你现在其实是不想跟他结婚 而不是不想跟他在一起 是这意思吗 他本来就是个骗子 我觉得 我们已经到尽头了 你觉得你们还是应该分开 是的 刚才源源非常弱的声音说了一句 我改还不行吗 你听到了吗 我觉得爱情不是迁就 不是怜悯 如果我现在迁就怜悯 跟他结婚呢 我也会受到感情的谴责 道德的谴责 宇伟在你们分开之前 就是在山东的时候 原源有这样吗 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对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没有觉得要抗议呢 宇伟 你是不是为了乔俏 怎么 怎么还有个乔俏出来啊 我一直在命令自己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这样对你 你要报答她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有乔俏了 因为乔俏她是上海女孩子 她肯定是想有个上海户口 等我遇见乔俏之后 我发现我找到了那种自由 我觉得我还是做不到 和圆圆继续下去 我再给你鞠个公号码 我根本没有欠过她十万块钱 家里的摄像器随买的 手机随给你买的 她是她自愿给我的 您说我能不要吗 你是不是为了乔俏 我跟乔俏没什么的 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远远怎么回事 乔俏是冯玉伟新公司的女同事 你怎么知道是跟乔俏有关呢 就是有一天早上吧 七点钟的时候 我收到冯玉伟给我发的一条短消息 上面是这么写的 她说小懒猪起床了 新的一天有我就有新的希望 我一下子看到了就闷掉了 她跟我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叫过我小懒猪 然后发错短信发到你的手机上 对 然后明明前一天我跟她说 我下午有课 我早上要睡个懒觉 那她就更不可能早上发这种短消息给我了 你后来问过她吗 我问过她 但是她说是发给我的 我以为你当时叫短信是发给圆圆的吗 当时那条短信确实是发给圆圆的 你在撒谎 我当时是望着她上午没有课 然后我叫她小懒猪 这个是情人之间很亲密的称呼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吧 我们最近都是挺平淡的 根本就不可能叫小懒猪啊什么的 玉伟 你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都已经想过要给你一次机会了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有瞧瞧了 都是周晴告诉我的 不可能 那冯玉伟的确有瞧瞧这么个女孩 她是你公司的一位同事 是这意思吗 只是同事关系 她经常会多想一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玉伟既然是周晴告诉你的 今天我们也把周晴请到现场 周晴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是情人大学的同学 其实我现在的行当和冯玉伟是同行 我比他早进这个圈子 也认识一些朋友 那么就帮他介绍了现在的这个工作 其实我们这个圈子是很小的 有些事情你不想知道 自己都会传到你耳朵里 有一次他们公司人事部的一个小姑娘 突然很神秘地问我 她说冯玉伟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她说是这样的 她说冯玉伟最近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姑娘 好像走得很近的 然后还有人看到他们逛逛华海路 喝喝咖啡什么的 她怕冯玉伟是我的男朋友 怕我吃亏 所以就偷偷告诉我了 因为当初是你介绍她进的公司 那位你的朋友就以为你们俩可能是一段 对对对 就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 对 而你知道这些信息之后也就马上告诉了圆圆 没有 当时我没有告诉圆圆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感情已经七八年了 应该是很牢靠的 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话要说得谨慎一点 但是后来听圆圆跟我说 她说冯玉伟最近好像老是躲着她 然后对她也很冷淡 那我就渐渐的联想到上次我那个朋友说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我就旁敲侧击地和圆圆讲了 你说我和乔乔本来就是同事 大家吃吃饭喝喝茶出去逛一逛 这有什么不对 冯玉伟你不要狡辩了 我又不是听到一句两句 也不是一个人跟我说了 而且为什么人家光说你不说别人呢 主持人你听我讲一句 我知道她是什么想法 圆圆为她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她了 然后呢冯玉伟现在有好的工作了 也留在上海了 所以说她肯定是想有个上海户口 因为乔乔她是上海女孩子 如果她和乔乔在一起 如果结婚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把户口转到上海来 她一定是这个想法 这只是周琴的想法 我们来听听冯玉伟 我想直接问你 你和圆圆说分手 与乔乔有关吗 我觉得我和圆圆已经走到尽头了 那么我们还是普通的朋友 这是完全可以的 那当然我也可以去寻找我的爱情 再去谈朋友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吧 可是如果你还跟圆圆在一起 还没有彻底结束 你已经开始你的新恋情 那就不是两回事了 我很明确的当时 已经跟她提过分手了 而是她一厢情愿地不答应 你第一次跟她提分手 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上海见面的那个时候 对 那天我已经跟她提过分手 然后她后来又打电话 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斩钉截铁地告诉她 我们分手了 那请问那个时候 你跟乔乔在一起了吗 没有 这是新进的事情 对的 那这是最近我们才刚刚 比较好 是这样 所以你其实是在基本承认 你跟乔乔已经恋爱了 可以这么说吧 冯玉伟 我觉得你这个话说的实在是 太没有良心了 主持人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冯玉伟是花了多大的精力 才追上我们圆圆的 那个时候冯玉伟为了追圆圆 还差点让学校记得大过呢 怎么会呢 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 是男女生同一个宿舍楼的 女生住在十楼上面 男生住在十楼下面 那么十楼里面就是住那个管理人员 那就是为了防止男女生互相串情 那个时候学校明令禁止管得很严 不允许男生到女生宿舍的 那个时候 圆圆呢 一直有胃疼的毛病 有一天晚上 圆圆突然就是胃疼了 那个时候大概晚上要十一二点了 也不能去看医生 也不能怎么样 突然之间我们听见寝室 有人敲门 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冯玉伟 那个时候是大冷天啊 他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粥上来 说是圆圆胃疼喝完热的粥会好一点 那个时候是 这件事情真的是其实很恐怖的 如果让学校抓住的话 那就是一个大过 冯玉伟他考到我们这个学校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记了这个大过 不知道是后果会怎么样 那个时候圆圆就是被他这碗粥给打动了 大家都很羡慕圆圆有这么一个体贴的男朋友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听不下去 不知道冯玉伟他这些话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有心理学家林老师 我很想看看林老师是怎么看你们这件事情的 林老师你好 你好 当冯玉伟 你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 你一直是在接受圆圆非常慷慨的馈赠 不管是当中过程怎么样 事实上你全部都接受了 包括你所用的设备 包括每个月的三千块钱 你都接受了 那时候你从来没有跟他提出过分手 事实是这样吗 是的 对 那圆圆 其实我们要看到 真正的小冯的态度的转变 是在他找到工作以后 你觉察到了吗 我感觉到了 你感觉到了 而且小冯你看你之间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这里面好像是 你看哪有一个恋人 说我每天给你打电话 我每天晚上上线跟你聊天是一种负担 那你当你发这个短信说小懒猪该起床了 每天有了我就有了一切新的一切的时候 我怎么也没有觉察到这是发给同一个人的 当你说到我每天晚上那么累 我十点钟还必须上线跟你对话和那天早上很突兀的一个短信 小冯 小冯 爱不爱是一回事 可是坦诚的面对自己的感受 坦诚的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是另一把事 这是一个人的品德的问题 你能真诚的回答说 你是发给同一个人的吗 明显的看出 这个不是同一个人的 因为似乎对那个对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确实不是同一个人 确实不是同一个人的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就已经很纳闷 就你那个感情说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 怎么会那么快 在之前还是能够 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推让的接受一个人的馈赠 然后马上就说我要分手了 我们感情就走到尽头了 这当中你怎么解释这段故事呢 我觉得如果一方已经不爱对方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再牵扯下去了 可是一方如果对对方没有感情的话 那还在不断地接受对方给你的好处 其实说实话 我的心情也是一直很矛盾的 很矛盾 我知道圆圆她对我好 一直在我上学的时候支持我 在各方面 我一直告诉自己 不能去喜欢别的女孩子 告诉自己不可以 这样是对不起她 但是她给我一些无形的压力 以及她母亲给我的一些压力 我真的后来发现 真的是支持不下去了 等我遇见乔乔之后 我发现 我找到了那种自由 那种做男人的那个感觉 最后我觉得我还是做不到和圆圆继续下去 是这样的 既然你在上海的三年 你已经觉得无形的压力 你也觉得你跟圆圆的感情越走越淡 那那时候你的那种勇气和胆量说 你不要再给我钱了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走到头了 你向她明确表达你态度的 圆圆 她在这三年里面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 别再给我寄钱了 我不需要你的钱 没有 她从来没有提过 就只是默默地接受 是的 对呀 我在想 既然那个时候你已经觉得无形的压力 已经觉得感情越来越淡了 那那时候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你不能开口跟她说的呢 我也不忍心这么尖锐 可是我真的很想问 圆圆每个月的那三千元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确实 那三千元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我承认 所以我内心深处还是觉得有亏欠圆圆的地方 亏欠肯定有 对 人只要有良知 受过高等教育 有良知肯定有亏欠 我一直在命令自己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这样对你 你要对她好 你要报答她 我不断地命令自己 不能爱上别的女人 女孩子 那是什么让你突破这道防线呢 但是当乔乔来了之后 我觉得事情 都变了 都变了 她就是我 我想要的那样的女孩子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和圆圆再继续下去 这样对她对我自己也不好 毕竟她也二十八了 我也不想再耽误她下去 我想 既然曾经拥有 那就好聚好散吧 我觉得就算我们以后不是恋人了 我们还是朋友 只要她生活上 有一些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只要我有力所能及的 我一定会去帮助她 只要她开口 我想这点我还是做得到的 你能跟我说说乔乔跟圆圆的区别吗 年轻 漂亮 也懂得照料我的生活 这是一方面 最主要她会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 不会去过多的过问我的私事 过问我朋友圈的事情 给我一种很大的自由感 这一点是圆圆给不了我的 你觉得跟圆圆在一起的时候 让你觉得很窒息 很压抑 很压抑 对 她妈妈 她家里给我一种很大的压力 一直让我觉得我自己家里很穷 没有出息 所以你觉得当跟乔乔相处的时候 是一个新的冯玉伟 跟圆圆在一起 总是有过去的很多烙印 冯玉伟啊 当两个恋人分手的时候 有几种做法 最不好的一种做法 就是让对方觉得他不够好 所以你跟他分手 让对方有负旧感 是最不好的做法 那么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让他愤怒 可以让他恨你 但是不要让他有负旧感 你要知道负旧感是折磨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情 你应该把它留给你自己 而不要把它留给圆圆 你看你现在说 刚才说的都是圆圆 你不给我空间 你使我太压抑 你让你的妈妈没有给我自尊 你的妈妈给我一种很大的 让我感到我很自卑 不断地在说我们家穷 你是让圆圆有负旧感 我是觉得这是最不好的做法 不管圆圆是怎么样的人 你曾经爱过他 是你追的他 他给了你三年的爱 三年的贵赠 倾其所有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 你要对这一段感情负责的话 把愧疚感留给自己 让他恨你 让他愤怒 可是不要让他负旧 不要让他觉得他做错了 这是一个男人的做法 圆圆 爱情终究还是变了一样 我们承认吧 是我对不起你 我再给你举个口号 是我不对 是我太混蛋 忘了我好吗 我欠你的 只要我力所能及 虽然不是可以用金钱来 衡量的很多事情 但是只要你愿意 我相信 我会慢慢地 弥补一些事情 可以 就这样结束吧 这样对鼻子都好 不是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新浪微博的网友 会怎样来问当事人一些问题 有一位叫做 小怪人而馒头的问道 钱不能买回青春 巨额的分手费 可能只是威胁 冯玉伟而已吧 是问阿姨的 你是威胁他吗 不 我不是威胁他 我们也不需要 这十万元钱 我之所以在这件事上 这件事上 要他拿十万钱 十万元钱 就是要让冯玉伟知道 做一个男人 他要有责任 像我女儿 七八年过来了 你说那十万钱 真要往远十万钱 能打消我的这种气氛吗 不可能的是 我也希望在通过这件事 希望冯玉伟 要认识到这一点 金钱真的是 不能买回爱情的 你刚才说 十万元是买不来 我们付出的感情 也买不来 也平复不了 我们受的伤害 是很有可能的是 十万元付了以后 他觉得 我已经偿还了 对 其实我觉得 七八年 像圆圆这样的付出 何止十万元 圆圆 其实最后的决定 不是由妈妈来做的 也不是由我们替你做的 我们都只是给一个参考 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里面 提出过 你必须要有损失费 你必须要去给人赔偿金 我们在节目里面 从来没有建议嘉宾说 你要去索取损失费 或者说叫青春损失费 但是今天真的有些特别 如果你和你的妈妈提出 要赔偿 我们也可以同意 我不想要他的赔偿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他人都已经离开我了 我要他的钱干嘛呢 你不觉得像妈妈所说的那样 让他买一个教训吗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都已经 最后结果还是得分手 要钱对我来讲 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所以我就想跟妈妈说 我们不要欲为的是万块钱了 女儿 只要你觉得这样对你心里面快乐 开心一点 妈妈也能同意你的这些看法 女儿你不要难过 我不知道 我想我还是会把这十万块钱 赔偿给她的 远远 我知道一个七八年感情投入有多少 但今天你在现场 是非常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失恋了 是的 你准备怎么做 我准备 继继续读我的研究生 然后好好地重新开始生活 你今天很镇定地回答我这一切 其实你在上节目之前 是不是已经预料到这些结果了 是的 林老师最后有什么话 跟这两位年轻人说 小冯你要记住生命中的这些教训 某种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远远今天很成功 这点上她把复旧感留给了你 你应该感到复旧 应该有回应 这是作为一个人才有的东西 那么我相信你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你会记住这些教训 好 那远远你知道吗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 发生的一切就像主持人说的 你早就料到 只是你没有勇气去面对它 今天只是把这层窗户去捅破了 那现在对你来说 你第一你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要修复自己的伤口 毕竟这曾经是你一个美丽的梦想 你非常好的一点说 我一定要读研 我要在上海完成我的研究生的学习 今后的人生 那一定比你以前的七年要更好 因为你寻找到的东西 是真真实实的东西 好吗 好的 远远 你对爱情是这么执着 这么无私的一位女孩子 我们相信 接下来的幸福一定离你最远 谢谢主持人 冯一伟 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 世界上最远的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是我爱你 而你却离开了我 这就是现在的远远想要跟你说的话 请多多体会远远的感受 并且带着这样的复旧 开始你新的人生旅程